這條應該是露營系列裏面的第三條片 我們沿著GPS 帶我們去 Peterborough 不是這條線 說說一下 應該繼續直去 我們去 Peterborough 先去找找食物 還有最主要它的 Wi-Fi 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一起 Live 呢 就看看店舖的 Wi-Fi 行不行 而去到大鎮後,Bell 的資料一定是可行的 但問題是我本身已經讀定 只是給一個半小時 最重要是等到今晚才可以走通 我看到天氣漂亮 就開始給大家看 亦分享一下 昨天退回下車牌後 有一個感覺是有點怪怪的 有很多新移民要過來 都找食物 想做一些編行 如果你是專業人士 當然有你的考量 至於我好像主張這些 他們又不讀書 但又可以找到食物 我覺得駕貨櫃車 我經常都說是OK的 但因為你退休了 對,考牌的時候 就不像一般考私家車牌那麼容易 有少許機械常識 然後難度是高很多 Bus 都說要讀嗎? 對,如果你對汽車不熟悉 Bus 只是Airbrake也有讀 讀完Airbrake考了牌之後 就可以再進一級去找個教車師傅 現在圍內大都要幾千元才考到牌 但如果你找一間公司去找工 那間公司是會津貼你的 津貼你去考牌 但我當時入行的時候沒有這件事 而且價錢不是很高 一千多元就佈了十個小時的路面駕駛 包含Airbrake牌 同一時間你又可以找你的朋友幫忙 如果他已經是一個 在駕貨櫃車找食的人 你可以坐在他車的旁邊 看看他怎樣駕駛 然後坐上去做主駕駛也可以 政府的規例就是這樣 只要你駕駛了一個有貨櫃車牌的人 那間貨櫃車你就可以直接操控 於是我的朋友就很好 在他的開工期間 我馬上拖著幾十噸的貨櫃 就在路面駕駛 當然你的朋友很信得過你才行 但規例就是這樣 是可以這樣做 你夠不夠膽這樣做是另一回事 我想當年現在有沒有改到的規矩呢 就是要自己上網查定 是的 我當時的朋友已經在做貨櫃業 每天都去貨櫃場拿貨櫃 交客或者怎樣 他就坐我旁邊 我就做了他要做的事 當然是給了我很多時間去鍛鍊 而且在沿途他告訴我 有些甚麼要注意 要留意的 那些橋底啊 橋的高度 你過不過得到啊 你轉彎的時候留意些甚麼位置啊 重車和輕車有甚麼分別啊 入球都不同 當時我們是考棍球的 現在很多都是自動球的 當時考棍球有13個球 你要怎樣駕駛 腳踩幾厘子的時候要Double Clutch 所有東西 但技術方面我不說了 只是說心態上 我明顯覺得是有人持觀歸故你 有人留意趕科場 處長就放棄了這個車牌 這裡是123入油的 也很便宜 1233 有人留意趕科場 其實都幾軟式的 對於我這個牌已經擁有了二十多年了 那也是的 但你沒有辦法 一來你也不願意 即是沒有機會用了 即是甚麼機會呢 但這些又不能轉彎 又不能歸還就歸還 是啊 即是你不去做身體檢查 他不做身體檢查 你不去做 考試 考筆試 他就當你沒有這個資格了 其實也對的 因為你駕駛這麼大的車 在路面上是保障自己和別人的安全 北美洲是很缺貨車司機的 雖然說現在有Tesla 有很多自動駕駛 但到最後 都是要有司機去點貨 去對應所有的泊位 還有很多經驗 你不是普通駕駛駛車 我想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AI智能是取代不到一個司機 所以你看到很多時候都是 即使推銷說 車可以自動駕駛送貨 拖頭在highway可以自動駕駛 但它只是說直路 你在highway可以放手 由車去駕駛 但入了市區 去到客人 去到客人 仍然都是人在裡面才行 即是分享少少一個感覺 你現在的心情會很down嗎 我又不是說很down 而是說 就是 感慨 感慨 有人會過來找甚麼工作 不如去考一個牌子做司機 是好事來的 找到錢的 救你生活 不要以為你會買大房子 但至少你夠生活 還有入門檻 其實沒有門檻 你考到一個牌子就入行 其實因為這個疫情 影響了很多司機的生活 很多不准穿舟過散 在馬來又不准過散 不是 不是 科車司機例外 但那時候又要你拿針子 那時候不是那麼多針打嗎 現在是例外 總之是為了民生的東西 可以例外繼續穿舟過散 感覺上覺得 也要分享一下 特重點 說一下 我想到甚麼 終於都放棄了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大計牌 因為大計牌 只需要交錢就可以了 所以我每年肯交錢 都會自動成為一個 繼續是一個專業大計牌 那你也是嗎 你感覺上 都自己是一個專業人士 有一個機器人士 有一個機器人士 有兩個 一個是私家車 一個是貨車 不是貨車 是巴士 巴士維修牌 重型 是 很有趣 現在我們開始進去Peterborough 的鎮 人口我不知道多少 總之大家上網查 有時我拍片 都需要一個旅遊區 有時我拍片 我沒有那麼多 很細緻去做Research的資料 告訴你 我只是做一個平民 我在三十年 在加拿大 我來到的時候 我知道的資料 告訴你 有些人想說我Fat Check 又說 有些人說不做資料 就這樣做 想做一個YouTuber 是的 我就是這樣的 我只是說我生活的日記 給你聽 還有這裏 都有幾間唐餐 最強勁的時候 有四間唐人Puffet 唐人Puffet 唐人的 因為現在疫情之後 有多少轉變 我們是不知道的 有一間叫Bamboo 紅豆 香港站 香港 有一間叫South China 是的 幾間 現在到底 自助餐 疫情過後 不知道還可不可以 用什麼辦法去生存 是的 因為你沒有糖吃 你又沒有筆筆下 你失去自助餐那種筆筆下 喜歡吃哪種 那種好玩的地方 我眼見旁邊 本來有一間日本自助餐 都寫著開放 但是又不見有Pateo 又不見有其他 應該是很難的 最多就是做一兩個定食的菜式 沒有這麼大的Pateo 不是 那間是賣傢俬的 那個Pateo 是放一些傢俬出去買的 是的 是Leon 是Leon 現在這樣 進來這個Pateo 最主要的地方 叫Lancestown OK 有一個Lancestown Mall 都大 但不知被進去 我現在看到路面的交通情況 是比以前少了很多 因為這裡是主幹道 它有Walmart Canning Thai 有Home Depot 有超市 這條大家是最主要最旺的 又有很多車行 是的 在Pateo Pateo Pateo 都在這裡 旁邊的電單車給 林志祥 林志祥看看 人家那輛是Harley 我記得去年跟我們來 沿路上都看到很多電單車隊 是 他們都很興奮 是 大家不要以為駕駛這些車是壞的 其實他是有興趣 他很喜歡駕駛這些車 於是就會約一群朋友 像車隊一樣巡遊 你看到前面的西人 都已經上了年多了 是的 他們是很享受自由的生活 你當那些風一路行車時 兜口兜面吹 那種自由是另一種感覺 我想喜歡電單車的人 你們才會感覺 前面見到多少電單車轉來轉去 因為不同香港是用來逮捕 對 還有這裡的電單車不可以攝車 一定要當自己是一輛私家車 一個尺寸 霸著一個位置 所以你不可以 你看到如果有攝車 像大陸香港那樣 是犯法的 這裡一定當自己是一輛車 還有你看到這些電單車 比較闊大架 他們覺得舒適更重要 帥氣 帥氣 還有聲音 一給油的時候 是一種自由的表態 大姐 如果我說弄一輛這些 但是Q仔沒有位置錯 對 犯法的呢 綁住Q仔 那些人看到會不會投訴 自由的表態 首先不要覺得 每個人都是電單車黨 壞人 不是的 有些人真的是一個興趣 只會分 escola самijke 穿重露面駕駛 participate 總是这样 如果你過程 非常的快 就會快一點 就最快 要逃逃,不要太迷 我們這裡排費買一年 但現梳也很多都是買半年現梳 冬天不能用 而且不是便宜的 好像林子祥聽說的案例 它買半年現梳也要 600 元 雖然車少駕駛得不得 它的車是十多年了 但只行了一萬公里 兩旁都是一些大機構 紀念胎、Nissan 我現在去看看哪裏有Pateo 不知道林子祥呢 他的電單車開了 剪載尾 他問過 電池又壞了 又到家 上次和他換是幾年前的 我都說 無論你多用還是少用 電池基本上是倒數壽命的 買回來倒數 其實你不要打算放在這裏不用 不用是更加可能會差 都是會一路損耗的 它本身是這樣的 人們就會說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 你便去昨天那間AMW 包你上網 我們想嘗嘗一些特別的東西 等我們先吃完東西 我的影片停在這裏 到我們找到餐廳的時候 再開 到時那條影片就會是第四條 在這裏